花蓮盛天宫也就是帝君庙 在国立的9月24号到26号1年3天 要举办消灾祈福求财法会 并且开放信众来认斗 盛天宫的主委赖云润他表示说 这场法会希望可以消除肺炎疫情 化解灾恶 也为大众来祈福求财 让家庭可以幸福祥和 而认斗呢更是要加持个人的福分 欢迎广大信众可以热情参与 花蓮盛天宫国立的9月24号到26号 1年3天举办庚子年消灾祈福求财法会 这是一年一度的重要仪式 盛天宫广邀信众共襄盛举 我们这个法会就是消灾祈福 还有求财法会 我们为什么要消灾 就是因为刚好今年碰到 新冠肺炎的流行 我们花蓮地区因为是 观光地区所以非常的少人来 而且我们的社会经济都没办法发展 所以说我们也希望说 能够借助这次的机会 能够让我们的疫情能够快点过去 让我们的观光客能够回容 让我们的社会经济能够繁荣 再来就是祈福 就是大家都能够平平安安的 福福气气的家庭很美满 非常幸福的快乐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求财 因为我们有幸福的家庭以后 还是要有财源 有钱做有财务 大家可以去祈福以后 大家能够花大财 这次法会还开放信众认斗 主委赖云润表示 认斗是能够增加个人福报的 传统仪式 每个人都可以参加 认斗的好处 因为认斗就是每一个人的 他的严惩的加持 就是为自己 那个是属于为私人 不是为公家 是为私人的 私人的严惩加持 能够家庭能够幸福平安 美满快乐 除了法会仪式 还有歌唱大赛 圣天宫欢迎信众 可以热情参与 详情可洽花莲圣天宫 借旅会幻视报道